在深圳奋斗了十年事业有成的人 你觉得他们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呢 今天带你们去大概感受一下 我有个闺蜜啊 十年前毕业就来到了深圳 不到三年买了第一套房子 那她最近其实想要换一套更好的去享受生活 因为她目前住的房子呢 环境不太好 太局促了 她想在南山或者福田找一套景观好 配套方便而且品质又高的房子 但一直没有找到何时满意的 想让我帮忙物色一下 那我今天呢帮她去看一套 顺便带你们体验一下住在福田 220平的三房两厅里是什么感受 专天入户品质生活标配 来镜头过来看一下 这个装甲没有多厚啊 防火防盗 咱们先不看别的 跟我来 这应该就是我闺蜜最喜欢的地方了吧 站在这里呢 映入眼帘的都是鹰湖山的城市景观 阳台回来旁边呢 就是一个大约6米开间的客餐厅 这个长度差不多可以把一辆 劳斯莱斯幻影家常版开进来 横着房 这边呢是一个长达7米的中西处 来感受一下 延伸出来的这段呢 可以作为吧台 闲暇时喝上一口鸡尾酒 看着厨房里爱人忙碌的身影 欣赏着窗外缤纷的霓虹 幸福就是这么简简单单 整个房子呢是采用一个纯板楼设计的 洞进分区 我们现在是在洞区 那我们接下来去进去瞧瞧 穿过整个玄关就是私人空间了 三个房间主卧次卧和双套房的设计 全朝南 每个家庭成员都有自己独立的私人空间 除此之外呢 楼上的云端会所 楼下的八卦岭地铁站 以及附近的体育中心等等 可以说是既有宜人的山景 也有繁华的商业 而且呢这边也是福田的金融科技总部基地 未来的潜力不容小觑 其实对于在深圳奋斗了十多年的成功人士来说呢 他们想要的就是一个可以让他们真正放松下来 享受生活的居住环境 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怎么选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